其实香菜还有另一面 古代湖南斯大夫阶层四方香菜 古安香菜和钓鱼台的国宴香菜 就是其中的代表 大家好 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最近经常在媒体看到一家香菜非常好奇 我就跑去问吃过这家店的美食家朋友 好吃吗 朋友说太X好吃了 但是不能看价格 我大概了解了 于是和小伴约了一个12人的局 人多人均就被拉下来了呀 网上预定六个人就能订包间 没有服务费和低销 包间空间挺大的 关键是椅子很宽 对我非常友好 看菜单什么都想点呀 但是真的不要看价格 看到肥肠当然不能错过 这个肥肠有长头有大肠的部位 12个人转了三圈 到我这儿还有 菜量其实挺大的 后面的火工店臭豆腐和雷辣椒皮蛋 我已经忘记什么味道了 因为我正在专攻肥肠啊 大肠头切成堵条的形状 又弹又爽 太香太下饭了 马上要了一碗米饭 有道菜海珍东安鸡 我一激动忘记拍了 东安鸡是湖南名菜 这里的做法就是多了鲍鱼啊 海参啊 群鞭啊这些 枯燥 好吃 这是臭桂鱼的豪华版了 配菜有羊毒菌啊 羊毒尔 紫苏 萝卜丝等等 湖南的臭桂鱼是用腐乳和西米水腌制的 跟安徽用盐腌制的臭桂鱼 是不一样的鲜臭 还有个不同就是 安徽喜欢用一斤多的大鲑鱼 湖南喜欢用七两左右的鲑鱼仔 吃了前几道菜 我就有很大的感受 这里的香菜也香 也下饭 但不像平常吃到的大众香菜 那么油那么辣 那么重口味 雪鸭一端上桌 整个房间充满了香茅的香气 其实是用了木姜籽 味道跟香茅很像 雪鸭一般用湖南的麻鸭 鸭血加入米醋或者酸汤防止凝固 鸭肉炒到最后的环节倒入鸭血炒制 注入灵魂 这道菜也非常下饭 它不像一般吃到的香菜那么辣 那么刺激 也不那么咸 然后对 也没有很咸 也没有很油 很温和 不像那么咸 也没有那么油 出于对馒头价格的好奇 我们点了两个馒头 见见试面 这道888的牛肉 用的是黑毛雪花和牛肉 酸辣来自他们自己腌制的泡菜 非常开胃 可惜牛肉火候稍微过了一点点 洞庭湖鱼头八斤一个 我们点了半个四斤 一斤是188 鱼头用了四种辣椒 配菜有洞庭湖的芋头 红薯 山药 莲藕 转了一圈 脖子部位的鱼男没有人吃啊 是嫌太肥吗 我就勉为其难吧 真的太肥太肥了 转了两圈 鱼云也没人吃 我的小伙伴只吃鱼肉 好健康 我觉得这个鱼头不像四斤了 因为在一些鱼头泡饼四斤的 比这个小好多 对南方人来说 吃粉就一点不沾肚子的 很快就能消化掉 大家已经吃得很饱了 再犹豫要不要点1681碗的米粉 我的发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这碗米粉真是疑本上任 有一片黑毛和牛 还有黑毛和牛的草马 有羊毒菌 羊毒尔和鸡粽 第一口我竟然喝不出是什么汤底 越喝越鲜 后来我翻看菜单 试用了牛骨汤 土鸡汤和鸡鱼汤三合一 怪不得是前所未有的味道 最后连汤底都喝光了 最后的甜品是糖油巴巴 Q弹棉花米香味十足 如果是湖南朋友来这里点一道糖油巴巴 肯定能吃到家的味道 还有一些菜我没拍 最后结账6966 人均580 大家觉得贵吗 怎么说呢 适合商务宴请 他们有自己的特色 不像现在很多这种价位的餐厅 一个劲的学米其林三星那家店 太没意思了 美食家朋友说 原来曲原酒楼也做伯宴香菜 后来被大众香菜占领了 希望这样的香菜餐厅 能够很好的活下来 我是无所谓一个要减肥的吃货 如果你喜欢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对我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